大家好 欢迎您再次回到我们节目 刚才我们跟卢教授探讨的是中医理论当中最重要的环节 那就是经络 经络多少年来大家每个中医师都咬牙切齿地告诉你存在 但是每个中医师都无可奈何地说 我没看见 您通过经络 通过一个固态水离子的研究 可以对自闭症的发病 能有一个解释 这让我非常的吃惊 因为我知道 我曾经工作过几个大学 其中一个华盛顿大学 一批教授们用现代的方法 用通过基因的方法 通过遗传的方法 来研究这个自闭症 到底的发病的物质基础是什么 到今天 到你我做节目今天 没找到 你怎么解释 我是特别要找一种 都没有办法的来做 这样才显得它的威力 是不是也显得 反正大家都解释不了 不是 我是解释了 马上就有解释了 你说 譬如说自卑症 现在都因为是脑的问题 对 第一条我就不赞成了 从中医来说脑没有条经络 所以脑有问题一定最少六条阳经有问题 六条阳经哪一条有问题呢 就每一个小孩不一样 所以现在就是叫一个spectrum 就各式各样的自卑症都有 就是因为各式各样的小孩的经络 都不一样 像是把它分类一样 对 现在我就很明确的说 譬如说我拍红外线 你比如说小孩 如果是完全你只看这个 白是发热了 它脑袋当然有问题了 要不然它不会有自卑症 是因为有问题 脑有问题 但是很明显 它家壮现有问题 它的肠胃有问题 它背也有问题 那么喝水 这个当然是最好的例子 给你看 喝了15分钟之后 颜的 发颜的 白的就变成淡的颜色了 就是马上就改善了 而且不是全面 而且不是只是脑的改善 全面都解释 病人有什么反应吗 病人当然初时不会反应得那么快 但是因为它回去又会伤心起来 就是这个是一种osalation 不能马上好 所以慢慢好的 就是在生理上它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反应 生理都有啊 我们拍照拍得到就是有生理的反应 但是它的感觉不是那么快 OK 就是这样子 也就是说那我们就想说了 那您认为就是说按照您的理论 自闭症 它并不是因为脑神经本身出了问题 而是因为它的经络本身某一个部位出现了一些异常 比如说我跟加州理工大学的生物学教授 我跟他一讲他就很明白了 因为他是很少数的研究人员 他知道自肺症是他从老鼠做实验 在外院的时候母亲的免疫系太active 太多了 40%的老鼠出来只有自肺症的状态 这个有关系啊 所以他我说我一拍照 我说脑的问题是其他的问题隐成的 他是很同意 他就跟我合作了 所以他是非常小数的 但是他非常当然是很好的教授 所以他就同意我的观点 那譬如说一个好的儿童医生 他看自闭症的小孩 很多小孩子消化系统有问题 他的大肠都不好 所以这个都很明确的 你儿童医生 但这只是一个坚决说明 但是直接的证据呢 我就直接不是拍照拍出来了吗 你看他 他肠是发热的 所以我这个是直接拍出来的 喝了之后就好了 当然十分钟之后 他可能明天如果不及时喝下去 他就会热起来了 但是这个是明显的 十分钟之内有效果 这是我最喜欢的 因为我们讲物理嘛 那是有一个立即的效果 我也等不了医学的那么慢 几个月后才知道 对不对 也不能等了十年之后才知道 所以我是要马上知道 马上有结果 也就是说 其实您的固态水病 不是针对这个 specifically针对某个疾病 不用 而且还是让自身的经络 本身的一个疏导 是 它的药理作用还有有意义吗 所以它不是药 它不治病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的 它可能等于说一个健康产品 这样子喝 喝多了也没问题 多喝也 这个FDA也做过了 我们也就是这样 喝很多都没有问题 因为它不是没有完整毒的 你喝多也没有问题 喝小也有点作用 除了观察到您这些影像学的检查 发现有变化之外 在生理指标上有什么影响吗 这样子的话 我跟UCLA的癌症专家 他是美医生 刚才 Benjamin Benavide 他最近做这个实验 在去年在加州理工学院 我们一起开个会 他就做了个伤毛实验 做专门做 Double-blind Double-blind 癌细胞 他发觉到只是48小时后 他癌细胞有三个作用 这个固态水粒子对它的影响 有三个作用 第一个 不繁殖了 Can not multiply 癌细胞最危险 你说它是在培养米里面吗 对 所以是很清楚的 他也不要我们告诉他这个普通水 他说你不要告诉我 对 对 匆忙实验嘛 那是很明确的 第一 他不会增加 第二 有些开始自杀了 apopsy 因为癌细胞不会自杀的 所以才那么可怕 正常的细胞过内阵子死掉 他也不会 第三 他本来癌细胞过内阵子 就会抵抗化疗的作用 他也减少了 而且他知道之后更进一步 为什么有个原因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他是把基因 turn on and off 你看哪边 把基因 turn on and off 最近这个在医学上叫 apogenetic 就是说你本身的基因坏也不是那么可怕 但是他把它turn off 就没事了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expressed的基因 只是百分之十分之一 百分之九十都是大的 不expressed 对 没错 所以你把坏的基因变成不expressed 就没事了 所以其实他 他认为这些现象的观察是因为基因的on and off 他是最少他做出来了 有没有别的原因他当然不能说 还需要更多的更进一步的实践 所以这是 癌细胞 那是蛮有意思的 这是个体外实验是吧 所以这样子就变成不是单纯一种癌了 是所有癌症细胞 而且也不是癌症病人了 比如说其他的genetic disease都有效 所以从理论上 我们理论物理学家当然的解割有效 为什么两个没有效 对不对 因为他的肌理是非常传面性的肌理 我想您可能还有很多的这个科研工资要做 原因就在于说 这么多的有性有趣的现象被观察出来 如何能够把它更加有明确的 这种治疗的方向和治疗的一个效果 这恐怕对未来的医学治疗 应该有一个非常长远的一个意义 这个东西其实蛮重要的 作为科学来看 我想您作为物理学家应该最清楚 任何一门科学能称之为科学 都是可以repeatable 只有是repeatable东西才能称之为科学 对不对 如果不能够repeatable 你很难能称之为科学 我还时间不多 我想最后还要请教你 也就是说 这种固态水离子这样一种东西 他未来在目前看虽然他不是一种药 但是他在各个疾病的治疗当中 他都扮演一个角色 他的理论上的突破 也就是说您最重要的理论认知是什么 理论就是人有本身治疗的能力 您本身有治愈能力 把它恢复了就好了 我们人类200多万年一直在进步 健康一直在进步 结果200多万年都没有意思 好好的 靠什么 靠我们自身能力治疗 这倒是蛮符合中医理论的 是 中医理论就讲 讲究的就是自身的一个自我调节 对 自身的一个自我的一个保健 确实这点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对于现在现代科学来讲 现在科学越来越多的接受 中医的一些理论上的东西 因为认为特别当做癌症研究的时候 大家有可能很多方法 不专门去针对癌细胞 而是阻断这个癌细胞周边的一些营养供给 或者说跟他周边的环境把它恶化掉 这样来使饿死癌细胞 就这种类似中医理论的这种 这种研究越来越多了 不过作为一个毕竟 经络是一个中国人谈论了上千年 而且我们的中医师谈论了更久的时间的一个东西 可是在科学当中一直很难以证实的一个东西 您今天把它证实出来 这个东西的意义是非常非常重大的 我是想说您的经络的研究 您是基于就是最终您是准备是基于现代医学疾病的研究 比如说癌症 或者说其他疾病 还是说您和中医理论的研究 比如我们谈中医谈的什么施症热症 就是这两个路 你喜欢走哪条路 我当然想全面的要提醒中医的理论 我因为它博大精神 但缺乏了仪器缺乏了量 所以我就把它做出来 比如说气 我就要做一个仪器把它量出来 那么气功为什么有用 我也要把它弄出来 为什么很多时候研究不出气 因为它自己都不知道气什么 量什么都不知道 对 它不知道测什么东西 不知道测什么 有人测 测电场 测磁场 那么也很难重复 因为气功师有时候不舒服就出不来 那没错 你不能说找它说的东西来找 而且这个就是要 两方面都要配合 要找一些repeatable的实验来做 它是很简单 其实我也做过跟UC2晚的教授做 哪些都是repeatable 是吗 所以哪个是百分之百的 所以我做的都是